我記得昨天 欸 有人在這裡好多喔 哇 三國無雙 無雙亂舞 無雙亂舞 哇哩啊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erman YA 我們又回來方舟生存進化啦 那在這個遊戲開始之前呢 我們的方舟開始之前呢 先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呢 喜歡這個系列呢 或是喜歡我的頻道呢 記得按下你的影片 在你的影片按下一個喜歡 或是在我的頻道按個訂閱 或是把你的影片分享出去 給各位親朋好友觀看 好不好 那再次感謝各位的 呃 目離不棄的 呃 回歸 你在講回歸嗎 小小有點奇怪 哈哈 好啦 那麼今天呢 我們一樣是去外面找我們的 新生物 然後 我們的師舅獸看有沒有辦法 先把他招回來 你看他在前面有沒有 嗯 這隻 喔呦 把他帶回來了 嘿嘿嘿 啊這師舅獸一臉驚恐的樣子 喔 我怎麼突然瞬間移動了 剛剛還在拉屎 拉屎拉到要不然被我強制拉回來 有沒有 嚇到這樣子 啊 那我們在準備 呃 探索之前 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工作台好了 喔 我們今天就是稍微看一下工作台的東西 然後呢 再去外面探索 不然的話 每一集都是去外面 感覺好像 工作台的東西都沒有看過啊 感覺有點不太好 好吧 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們的恐龍稍微放進來一點 不要讓他跑太遠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工作台 記得上一集呢 我有做這個鞍 老頭有做這個護甲鞍喔 然後有觀眾跟我留言說呢 老頭這個是西方飛龍Dragon的 這個並不是雙溪飛龍 並不是我們那個焦土大陸的那隻飛龍的鞍 後來我仔細看 欸真的餒 只能怪我上一集演拖 沒有看清楚 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稍微來做一下 這個鞍好了 這個應該不會錯 就是我們水龍的鞍吧 講到水龍 我必須要改名一下 我們要改名 有觀眾說我們這個應該叫做水龍 而不叫做海龍 沒關係 我們來改一下名字 以後呢 就叫水龍了 然後 也有觀眾說想要讓他去水裡看看 我們等一下帶他去水裡一下 看一下在水裡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非常的迅速 游的速度有沒有非常的迅速 我們待會來測試一下 然後也有觀眾留言說 我們那隻水龍呢看起來 看起來 等一下我的皮革勒 那隻水龍看起來 非常像一拳超人裡面的海王類 被你這麼一說還蠻像的 只不過顏色不是綠色 是藍色的 有點可惜 不然他叫什麼叫他深海王好不好 我們要不要給他取名叫深海王 你們覺得如何 好不好 我們先做這個鞍 然後看可不可以給他帶上去 帶上去 不知道會多了什麼東西啊 不清楚啊 總而言之做了就對了 什麼聲音還笑一跳 那是我們那隻 長得很奇怪的這隻 的聲音 不要理他 來 應該可以放吧 結果還是不行啊 那你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你的鞍不能放 好吧 那我徹底放棄了 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讓他去水裡喔 這飛真的飛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移動速度已經200多了 結果感覺這個飛行的速度還是 不是很優啊 還是說他真的在海裡 他真的在海裡可以游很快 欸 有欸 這邊好多鯊魚 我是卡住了 不要讓我斷線啊 拜託 求你們了 那些鯊魚不理我欸 喔唷 果然是水龍 在水裡有就是非常丟 但是呢 我的氧氣快沒了 在水裡呢 我必須還是 帶個氧氣桶 不然的話呢 我會被 我會被溺死 好不好 我們這個飛龍放在這裡啊 不管他了 希望待會我們可以看到別隻 別隻龍 這個龍看起來真的很帥 我還蠻喜歡的 好啦 那我們東西都準備好了 好開啟我們的血條 把我們的血條拉到最大 欸你們仔細聽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蜥蜴人他會講話喔 而且他講話的聲音很好笑喔 有沒有聽到 給你們聽一下 講話 啊 怎麼不講話了 奇怪 啊平常花那麼多 要你講話你就墊墊再一次 啊 算了 走吧 有沒有聽到 啊算了 反正不重要 好啦 然後我稍微呢 有把他這個等級稍微練高了一點喔 然後呢 我們點數還非常的多 沒關係 我們不用馬上把他點完 移動速度點到200 跑得非常的快 我們就騎著我們這一隻蜥蜴人呢 好好地探索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這隻蜥蜴人呢 機動性非常的強悍啊 啊 去了 妹子掛了 啊 移動速度 啊 攻擊速 攻擊呢應該也不錯 他的右鍵連打三下 啊 連打三下 欸真的欸 我們應該是可以去挑戰前面那些 啊 半人馬 半人馬部落了吧 我記得這邊很多半人馬部落 來強制一波 怎麼感覺那麼少啊 敲一下都死了 哇 我記得昨天 欸有在這裡好多喔 哇 三國無雙 無雙亂舞 無雙亂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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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玩三國無雙喔 哇 我超強 I a superman 欸那邊有哥布林欸 欸 這邊有隻狼 欸這哥布林我想抓 等一下 這哥布林 是兩隻黏在一起 他們會不會攻擊我 而且我不知道他是吃熟肉還是吃什麼的 我想要不要小心一點 呃 慢慢靠近他應該不會怎樣嘛 這哥布林在幹嘛 嗯 為什麼沒有那個 可以餵食的那個 哈哈哈哈 欸大哥 你們這樣黏在一起連提音喔 你們在搞gay嗎 這個姿勢其實有點猥褻我覺得 欸這不能馴服喔 啊 啊對不起我錯了 I'm sorry I'm sorry 不要這樣 他不讓我靠近欸 這傢伙不讓我靠近 而且我靠近他 你有必要這麼兇嗎你 先讓你睡一隻好了 我覺得你好煩喔 困 非常好 然後這一隻 完全對不到血條啊 算了我把他弄死好了 到時候再找別隻 煩死了 這兩隻 反正不差他們兩個啊 啊這個大陸上面這麼多 哎呦那什麼 哎呦好快喔 喔我要那隻 好恐怖喔 欸好恐怖喔 欸說真的好恐怖喔 這跑超快的欸 這個怎麼抓啊 這傢伙到底要怎麼吃 怎麼餵啊 等一下等一下 那一隻是那個 那個什麼 異變裡面那一隻 又黏體的放大板 喔 欸不見了欸 那這跑超快的 這個到底要怎麼抓啊 我還滿好奇的欸 說不見就不見欸 哇這麼的任性 這麼有個性啊 那我說消失就消失 哇 該怎麼辦 一堆半人馬部落 小小樹人 喔我記得在小小樹人 你們說是吃木頭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知道有沒有木頭 試試看 欸不能放木頭啊 那怎麼辦 他吃什麼的 我突然想到木頭不能拿來放下面欸 那 他到底吃什麼 吃Mana嗎 欸搞不好吃Mana 也說不定喔 欸不對 你不是吃Mana的 還是說我們要給他做成那個 某種屬性的Mana 他才肯吃啊 對啊有一些不能放啊 結果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吃什麼欸 說真的 欸 他吃這個飼料 他飼料隨便吃喔 他飼料隨便吃喔 可是我飼料不夠啦 欸原來他是吃 隨機飼料欸 隨機飼料他也嗑了下去喔 我們上一集抓那一隻 會飛的那個 嘴巴很奇怪的那一隻啊 喔 的那個飼料用完了 不是用完了 是被魚鳥偷了 所以說我們也沒辦法抓啊 等他餓的時候再吃 算了 我們到時候再多做一點 我們這次沒辦法 反正抓的樹人也沒什麼太大的作用啊 你說是不是 對吧他就等到長大也沒什麼作用啊 我們今天到現在還沒抓到新東西 無雙亂 無 哇 喔好爽喔 為什麼我在玩方舟 我卻感覺到 我卻隱約感覺到 我在玩三國無雙 有沒有這麼爽啊 有沒有這麼爽啊 然後他們再射我 去死吧 為什麼我落馬了 哇靠他會讓我落馬 落馬樹喔 他們的黑魔法會讓我落馬欸 哇這邊一整排射我 好爽喔 就是樹人 到處都是樹人 會不會來點不一樣的東西啊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幼蟲 幼年體到現在都還沒遇到 他到底跑去哪裡了 幼年體到底去哪裡了 我說 我覺得還是不要攻擊他們好了 不然等一下要差點被他們弄死 那就不太好了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 等一下 這個會殺我嗎 等一下 快寶快寶 不要不要 有話好說 我要求嚇死 這什麼東西啊 蜥蜴哥啊 他吃什麼的 肉 這種肉要不吃 熟肉 哇靠這什麼鬼東西啊 可以騎乘欸 哇這個 好噁心喔 我怎麼覺得他臉好恐怖喔 真的會嚇死人欸 走開啦 你這個無恥一龍 這真的會嚇死人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真的會嚇死人 等一下 有這個白癡蜡哥龍 滾 怎麼來那麼多啦 滾啦 聽話 請你聽話 請你聽話 來 我們把一些比較重的東西 先放在他身上好了 比如說金屬錠 好 還有鐵 他身上的東西真的多到已經有點 快要慢出來了 我是有一些東西不能丟啦 好像是對不對 真的有點滿欸 不太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是什麼鬼啊 這個是蜥蜴欸 他叫什麼名字啊 B-A-N-T-U 不會念 右鍵 我右鍵給他扒下去啊 這樣你拍啊 扒下去 沒扒到 扒下去 扒不到美格龍 扒不到美格龍 哈哈哈哈 阿西劍是什麼 他會跳嗎 不能跳 西劍一個怒濤 很弱的怒濤 這到底什麼鬼東西啊 我的天啊 真的 我說真的啊 我正面看他我就覺得有點恐怖了 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麼噁心的生物啊 把他帶回家 噁心的東西 到時候再安置他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一下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在這個 用那個 徒步啊 用徒步的方式 其實探索率其實蠻低的啦 我說真的 真正要 我怎麼掉下來了 沒關係 應該不會摔死 OMG 扣這麼多 我以為 我以為不會扣很多說 我幫他補一下好了 走開喔 走開喔 我說真的 通常在這種 地表探索啊 比較不容易找到新東西啊 原因是因為 視野太短了 怎麼辦這個要怎麼抓 又一隻 先把他弄死先 他來射他 這傢伙到底要怎麼抓 這傢伙到底要怎麼抓 哇哇哇 這樣你派這樣你派這樣你派 這哥布林抓不了啊 那哥布林抓不了啊 算了 放棄抓哥布林 反正有跟沒有一樣 繼續找 還有什麼可以看 那邊是什麼 一串英文名字我來看看是什麼東西啊 那串英文名字又不見了 被擋住了啦 感覺我們現在這一帶的生物 火蜥蜴 偷什麼優質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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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有把我所有優質熟肉偷走了欸 你都不會不好意思嗎 我的優質熟肉就這樣美了 太扯了吧 欸我一千個優質熟肉 你就這樣就給我全部剋掉 你跟我開玩笑 沒關係我這邊有八百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蜥蜴到底怎麼抓 靠近馴服嗎 希望他不要咬我拜託 來來來來來 來力來來力來 有沒有顯示東西出來 看還是沒有 射暈你好了 感覺像是射暈的方式 沒有錯 大腿肉 不吃 我的熟肉 你去哪裡了 偷熟肉那個王八蛋去哪裡了 你最好是把熟肉還來喔 欸完蛋了我沒熟肉了啦搞毛喔 在哪裡啊 欸我愛熟肉啦 幹很想哭了 沒有熟肉你叫我抓什麼啦 抓毛喔 有啦這邊九十七個啦 不要過來喔 不要過來亂喔 我愛熟肉要不要啊 欸 有了有了有了 我就還是不要把熟肉放在零件好了 可以直接騎 我覺得應該要先指派他攻擊一下我們的 哇攻擊動作好好笑喔 咬的好升級了 哎呦 Israel 熟熟熟熟熟熟 哇 см 這隻...這隻蜥蜴 他走路超好笑的阿 奇怪我之前在玩一邊這隻蜥蜴走路不是這樣吧 這是藥...這個叫什麼...藥尾獸 我突然想起來了 他左肩是什麼啊?又有吐舌頭 噁心 吐一下應該會麻痺 我猜啦 這個吐應該是麻痺效果 阿怎麼辦 他感覺經驗值薄弱呢 來 果然有麻痺效果 不錯 攻擊好低喔 好我們再來這個是輔助 就經驗值加超少 西劍有什麼功能 火炎彈 火炎彈 打一下三角龍 喔呦欸 而且他這個火炎彈居然是穿透傷害欸 好酷喔 會穿透欸 他會跳 跳很高 然後飛起來 嗚嗚 有點類似像那個 像那個什麼來著的阿 暗住空白劍會一直持續飛 他這個動作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把他打死快 他的動作很像那個火焰鳥 火鳳凰凰的那個 飛躍的動作 就是按住空白劍會一直不斷的往前飛行 然後 呃... 動作有點像炎龍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炎龍是什麼 我覺得還蠻酷的 其實這隻感覺蠻不錯的 他除了這要什麼其他功能 X鍵有沒有 沒有 Q鍵 都沒東西了 他的功能就這樣子 超酷的 幫你帶回家了好不好 來 先讓你回家 掰掰 滾 半人馬表示 啊為什麼要打我 我前面有霸王龍喔 還有什麼 我感覺這個模組快被我看透透了 應該還不至於全部看透透吧 我記得這個模組還有boss來著的啊 一定是我還沒有到更深層的地方 霸王龍在怒吼了 不要理他 那個怒吼對我來講我並不畏懼 我撐得住 我繞一圈走回來了喔 是不是 我竟然繞一圈走回來了 靠腰 我看到吉美拉了 抓了啦 還要等喔 我覺得應該是直接把他射暈我不管了 圓圓圓的 送他一發 結果我射錯隻了 有了 奇美拉中獎 哇 他在邀我們奇美拉 趕快給他吃熟肉 哎呀我還熟肉勒 我熟肉被偷光了 哇 我還熟肉勒 最後的熟肉也沒了 你現在趕快開玩笑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訓服他啊 大哥 這傢伙吃這個嗎 這邊有一個飼料吃吧 你不吃 還好他吃大腿肉 可以 哇 入手了 為什麼入手你還在暈啊 這是 這是bug吧 醒醒啊 醒醒啊 你怎麼暈到現在不起來 算了我今天把你帶回家好了 等一下再展示啊 因為我看到前面一隻NPC 幹笑死了 這到底是怎麼啦 睡著是不是 這邊有個騎士 這位騎士呢 不知道是吃什麼的 好不好 王大腿肉不能放的樣子 哇尷尬了 生肉你OK嗎 哈囉 吃生肉的時間到囉 他不吃生肉 這傢伙不吃生肉 完了我也沒大腿肉了 還要打誰啊 哇那誰狂噴血啊 是誰做的 媽的 不理我 嘿嘿嘿 哇那對我犯魔法啊 去死 嫩 我打到什麼東西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剛打他掉東西耶 那個標記怎麼不見了 剛剛你們應該有看到吧 左邊顯示那什麼鬼東西啊 怎麼不在道具欄裡面啊 找到了這個 這是什麼啊 靈魂喔 誰啊 哇爆人耶 爆人抓了啊 哇放了什麼啊 中 橫匹斬是不是 喔靠唷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蜥蜴人太強了 把他弄死了 算了 以後再抓啦 以後再抓啦 我的天啊 太誇張了 我們下一集用飛的好了 我們直接飛到 我們飛 飛離這個島嶼啦 好以後這個島嶼能看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那隻跑很快的那隻 狙擊你的心 哇結果不能暈耶 跑超快的耶 這隻到底能不能抓啊 跑超快的 超可怕 他那個速度嚇死了 有沒有看到 太誇張了 還在跑耶 哎呦呀 哎呦呀 他咬我嗎 來啊 吃我啊 跑掉了 我覺得到時候想辦法抓他吧 等我的材料全部都備妥了 好我們再去抓他 我們好多東西沒抓 哎呦呀 白米賽跑喔 算了不理他了 噁心的傢伙 哎我們齊美拉醒來勒 水喔 有沒有看見 這齊美拉看起來有點好笑 感覺有點醜啊 會跳 哇哇 哇 歐喲 歷氣有夠大的感覺喔 左箭 哇他這個怒火有什麼功能 好像沒什麼功能耶 C箭 C箭是往前撲 左箭 嗯 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欸他這個還在跑欸 他跑到哪? 民國幾年阿 這傢伙到底是怎麼回事 算來不理他 走吧 我們回家了 今天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我們的齊美拉 長得有點詭異阿 我記得沒記錯他的尾巴是一條蛇 欸沒錯 然後獅子頭在下面 那個這個是羊吧 羊角在上面阿 合成獸 其實齊美拉 嚴格來講就是一隻合成獸拉 他是一個神話裡面的其中一隻 生物這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先玩到這裡啦 我們真的見識到了 太多奇怪的東西了 實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還怎麼情形 這麼兇喔 太兇了太兇了 總而言之呢 我們今天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 總是要講個訂閱 又要講個喜歡 或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再繼續玩這款遊戲吧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